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队装备采购合同监督管理战刑规定并自今日起施行 王爷表示当务之急是各方一起推动俄乌对话谈判 中方越和爱好和平国家一道停火之战 俄罗斯收紧对乌克兰南部马里乌波尔的包围 并首次在对乌战场上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两国之间合作将会变得更加强大 孙车兰强调全国疫情防空要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快速有效控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 香港新增16,597宗新冠确诊个案 是自3月初以来确诊数字首次会落至2万宗以下 各位早上好 欢迎您达成2022年3月20号星期日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李亚倩 首先来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 发布军队装备采购合同监督管理战型规定 自2022年3月20号起施行 规定共6章35条 按照军委管总 战区主站 军种主建的总原则 明确了装备采购合同监督管理工作的管理体制 强化依法监管 坚持质量至上 对装备采购合同监督管理工作内容 流程和要求等 进行全面系统设计 确保将合格装备交付部队 创新监督管理模式 采取事前预防 适中管理与事后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推动装备采购合同 监督管理工作 创新发展 再来关注到的是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中美元首首次在18号晚间进行通话 就登前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19号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方越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 朝着停火指战 政治解决的方向做出努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晚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通话 中方全面阐明了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19号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说 中方越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朝着停火指战方向努力 并将继续通过自己的方式发挥建设性作用 我的问题是关于昨晚中美两国元首的通话 那在乌克兰局势方面呢 中方是否认为中美两个大国能够一起发挥作用来停火指战呢 我们也和所有那么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 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那么朝着停火指战 那么政治解决的方向来做出我们的努力 我们一直提建议啊 这个你看我们最近提出的关于人道主义的六点建议 那么我们在一些高层的接触当中 那么主动的那么呼吁 俄罗斯和乌克兰要进行对话 实际上俄乌的第一次的谈判 就是在习主席同普京总统的对话之后 那么可以实现了 我们会继续用我们中国自己的方式 来发挥我们的建设性的作用 王毅表示两国元首通话传递出最重要的消息 就是中国始终是这个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力量 中方不接受任何外来的胁迫和压力 也反对任何对中国的无端指责或者猜忌 中国始终是这个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力量 我们一贯主张维护和平反对战争 这不仅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外交政策 所以我们会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取值 本着客观和公正的态度 独立自主的来做出我们的判断 王毅并强调解决乌克兰危机 当务之急是要各方一起来推动俄乌双方的对话和谈判 避免平民伤亡 尽快停火止战 尤其是要防止发生人道主义的危机 那么长远之道呢 就是要摒弃冷战思维 不搞集团对抗 能真正的形成平衡 有效和可持续的地区安全的框架 这样才能实现欧洲大陆的常识和久安 凤凰卫视周嘉欣留建 安徽屯息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9号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在当前情况下将会变得更加强大 拉夫罗夫表示 在西方国家公然破坏国际体系所有基础的情况下 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只会变得更加强大 他形容目前俄中两国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甚至超过了传统的同盟关系 俄中作为两个大国必须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强调两国合作关系将会更加牢固 他并表示俄罗斯仍然是对与西方国家合作 抱持着开放态度 但不会做出主动 俄罗斯将会看着西方是如何摆脱自己所制造的僵局 俄罗斯部队收紧对南部马里乌波尔的包围 乌克兰军队战时失去了对亚素海出海口的控制权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就表示 在对乌军事行动当中 18号是首次使用了匕首高抽音速导弹 摧毁了乌克兰西部一处地下军火仓库 说起了匕首高抽音速导弹是一款空射型的武器 主要是由米格-31战机搭载发射 射程式可以达到2000公里 时速则可以超过12000公里 而不仅是可以搭载常规弹头 还可以搭载核弹头 这也是俄罗斯2018年公开的六种抽级武器之一 俄罗斯总统普金深圳 它是理想的武器 称匕首可用音速的10倍速度飞行 更无据于所有的防空系统 在如此紧张的战事之下 有乌克兰人就从波兰逆流 恶务战士踏入第四个星期 乌克兰首都基辅在西洋映照下 见到有建筑物在冒烟 基辅市长克里勤科到前线战壕视察 与官兵交谈了解情况 乌军声称围攻基辅 以至全乌克兰的俄军 近日由于在乌军阻挡下难以推进 于是改向军事集民用设施 发动无差别攻击 希望以不断破坏 打击乌克兰人的民心和士气 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森科夫 19号证实 俄军18号利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摧毁了乌克兰西部 一万弗兰科夫州一处 乌军导弹和航空弹药的大型地下仓库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是一款空射型武器 主要有米格31战机搭载发射 速度可以达到音速的10倍 足以穿透世界所有防空系统 俄罗斯此前从未公开在实战中使用 同时俄军又使用冷宝按机反舰导弹系统 袭击了南部奥德萨附近的乌军情报中心 俄乌战士迫使300多万乌克兰人逃亡外国 其中波兰便占200万 不过有人逆流而上回国参战 这名33岁女子便是其中之一 她说自己已有三年重军经验 现在要回国抗击俄军 而在南部断电断水多天的马里乌波尔 打批居民排队一轮后俄军的救援物资 当地自从开战以来便是俄军重点打击的目标 乌克兰国防部表示 由于俄军收紧对马里乌波尔的包围 乌克兰暂时无法前往亚述海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顿巴斯民兵18号则宣布 俄军也在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设立进飞区 而同时间马里乌波尔被乌克兰守军经营攻势8年 目前民兵和俄车程特种旅是艰难的野青步兵推进 坦克和装甲车则是难以发挥效力 顿巴斯民兵新闻指挥官巴维尔认为 马里乌波尔被乌克兰守军已经经营攻势进行了8年 街区的火力攻势基本上是部署在居民大楼的各个层面 坦克和装甲车分别在楼底 他们缓缓相扣 城市的下水道和攻势进行了联通 基本上城市是地上地下均被打通 攻坚如果没有重火力极其困难 目前民兵和车程的特种作战旅艰难的以青步兵进行推进 坦克和装甲车在街区难以发挥效力 巴维尔评论 马里乌波尔战役最关键的战斗 实际上是发生在沃尔诺瓦哈 这是整个战场战役的关键点之一 他已经完全实现了响定 从战略上并切断了马里乌波尔守军向北突围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到盟传今天这个战场上司是击较战子的VI 现在这个战场場 люд这就是 几个战场上 comet上部的几多几两天 如果那犯疯了高波尔战 将开避从俄罗斯罗斯托夫顿河 至奥德萨的物流的走廊 在过去的苏联时代 罗斯托夫一字迈尔高速公路 将整个亚素海和黑海 和整个海岸线连接在一起 既从塔根罗哥到赫尔松 将在这个平台系统内实现 燃料和人道主义的援助 也将从这个地区进行从容的发走 目前俄罗斯军队按计划 将一个巨大的红色马蹄环绕着 乌克兰东部的地区 从北线越过了基辅 并连接赫尔松 尼古拉耶夫等城市 这是俄军特种作战的战略思想之一 如果将这张地图进行缩小 马里乌波尔战役也是一个红色的马蹄环 在瓦德瓦克的目前的 这种战场的清理工作 还正在进行之中 特别是有很多的地方 包括地雷 包括一些被破坏的这些建筑物 都对民众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 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 卢语光 引力 暴载中 萨维 在王纳瓦克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 则是前往首都基辅的一家医院 探望俄对乌军事行动中的伤者 并给乌装武装部队的伤员们 来颁发奖证 President of Ukraine Zelensky personally visits the wounded in the hospital to support them after suffering a wound of injury civilians tell him how miraculously they escaped from the territories occupied by the Russian army 我们家伍 最好 向 od家人医院 老婆 由 valores 最好的 救治疗 把 Folge immigrants 突出于手兵 在家中,她的奶油,她只16岁,她的父亲以ρι老 past 他的母亲 来到家中。 亲爱的伯母,他就参加了治疗。 她的亲爱的胎,她当了摊剪,母親在手末中 在家中,旺文二人一直在揍火,他们与了几乎流动人们中在市场每天。 嗨咙 一部分的人都生了 船子儿 大正搜 很凶物 接近的秩床 这边的学校 6家層 在核屏 而是不服用的 生活 在居住在其中央的地上 的凍結 寶靈里人 提出了 what striking elements are stuffed with the bombs that are dropped on the capital of ukraine small metal fragments affect all living things at the distance up to the 500 meters from the explosion he called it a terrible weapon ukrainian authorities said they will rebuild 所有建筑都被毁坏了 并给予他们的家庭 Alexei Kowal for Fenix TV 从几乎美国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范蒂冈一直是保持中立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业 多次以调解人的身份 促进和平会谈 在本周俄乌大使及各国和平使团 在范蒂冈会面参加和平迷萨 在接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 维塔利·克里勤科 向梵蒂冈发出的求助和邀请后 教廷表示将立即派遣两名红衣主教前往 以表达对被轰炸地区 和遭受灾难人民的关切 教宗方济各也在本周的发言中 首次以强烈的言辞 呼吁停止战争 为乌克兰儿童祈祷 并将于本月25日 在圣彼得大教堂 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和平 共同祈祷 俄罗斯与乌克兰驻梵蒂冈大使 共同出席了由国务卿 帕罗林舒基主教主持的和平弥撒 在场的也有其他国家的和平使团 帕罗林再次转达了教宗反对战争 以及对核战争爆发的担忧 本周东正教大幕手基里尔 与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时评通话 也引起了多方关注 对于乌克兰局势 他们再次确认中立 以及以和平会谈 化解矛盾的观点 不单方面指责任意一方 并与欧盟各国继续开展 人道主义行动 尽快安置难民 共同度过危机 因战争已导致近300万 乌克兰人流离失所 据联合国难民书统计 这一数字还会继续增加 这将成为欧洲二战以来 最大的难民潮 凤凰文师蔚蓝 梵蒂冈报导 继续来关注的网线消息 来自于香港电台网站上报导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之后 西方不可能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恢复正常关系 约翰逊出席报收党会议时指出 如果好似2014年俄罗斯 兼并克里米亚之后一样 试图与普京恢复正常关系的话 那将会是再次的犯上了 同样的错误 约翰逊又认为 英国必须要采取果断措施 结束对俄罗斯石油 及天然气的依赖 是时候夺回能源供应的控制权 至于波兰总理 莫拉维茨基则呼吁 欧盟尽快的对俄罗斯 实施全面贸易禁令 认为对俄罗斯船只和货物的封锁 将会迫使莫斯科 停止这一场残酷的战争 下一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 继续来带您关注一则最新消息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 地震信息网的消息指出 南太平洋岛国汤家以南海域 在北京时间的20号5点24分时发生了6点3级地震 而震源深度则有21公里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 截至19号零点 香港新增加16597宗新冠确诊个案 这是自3月初以来 确诊数字首次回落至2万宗以下 对此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香港最近的确诊数字的确是出现了回落 但是未必能够反映到真实的情况 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通报 香港新增16597宗新冠确诊个案 其中7528宗市经核宣检测确诊的个案 其余9069宗市尽快速看原测试 承报平台承报的个案 除了14宗市输入个案 其余16583宗都是本地感染个案 另外香港再多249名新冠感染者离世 其中182人是在过去24小时在公立医院离世 另外有61名病人于早前离世 由于数据之后 进入最新数据补报 香港自第五波疫情爆发以来 共有5437人离世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目前染疫死亡率为0.5% 对于确诊数字连日来期需减少 单据表示近日疫情开始回落 但未必能反映社会真实情况 香港的公立医院日前已经开始向病人处方看新冠口服药 有临床产疑者反应治疗成效理想 香港医院管理局表示 当局与私家医院有既定的接药机制 目前正在讨论向私家医院提供看新冠口服药的安排 相信短期内会有结果 凤王卫视林浩贤香港报道 大批中央远港物资是陆续抵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9号时表示 当局已经加快派发物资 而且计划动员地区组织 向全港市民派发抗疫物资包 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以来 中央远港物资源源不断运离香港 但社会有意见认为 特区政府派发物资的速度不理想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周六在例行记者会下 回答凤凰卫视提问时表示 过完由于派发量盘大 因此派送物资的速度滞后 但近日的进度已经提升 大区政府上周就说过 每日可以喝大概5万到6万个市民派物资包 有意见认为 这个速度仍然是缓慢的 按照这个速度市民 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收到这个物资包呢 派发过程有没有困难和优化空间 这个情况已经是陆续改善了了 事实上如果看回过去十几天 的总体派发的物资包 无论是给确诊者 或者它的紧密接触者 我们做到八成 过去五天的派发的数字 根本是做到百分之一百零三 所以是有少少是追翻以前有的滞后 林郑月娥预告 当局最快在三月内动员地区组织 向全港市民派发抗议物资包 现在是在做一个计划 是一个更加广泛 还有是有系统的派发 派发的物资 因为是医疗的物资 都是集中在刚才说的快速抗原测试的包 还有是口罩 另外当局表示 目前有超过三万两千名公务员 占整体公务员的月百分之十七 其中超过百分之七十已经复工 特殊政府和港铁 医管局等公营机构会继续谨守岗位 为市民提供服务 凤王卫视林浩贤香港报道 网页消息继续来看到的是 香港电台网站报道 深圳首次开通至香港货运包机航线 新华市报道指出 一架载有45吨物资的货运包机 19号京城市从保安国际机场飞往香港 航程需要30分钟 守华航班运输的货物包括了部分公益基金会 对于香港捐赠的药品 口罩等防疫物资 以及深圳本地企业出口的产品 而这个包机将会在每个星期六班来运行 初步计划运行至下个月初 目前中央远港建设的方舱医院 有五个已经交付香港使用 负责方舱医院管理和运作的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 邓炳强日前接受中兴社专访时表示 将会用以人为本的理念 管理好方舱医院 并将会对恶意抹黑国家 对香港抗疫的支持 影响破坏特区政府抗疫工作的行为 搜证执法 负责方舱医院管理和运作的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在接受中兴社专访时表示 中央远建的五个社区隔离及治疗设施 目前的入住率均达到八成以上 最高的达到九成 截至3月18日 清一方舱医院入住率为85.4% 前新田购物城方舱医院的入住率为86.8% 港珠澳大桥人工岛方舱医院 入住率为75.4% 分离马市路方舱医院入住率为91.9% 而洪水桥方舱医院的入住率则为87% 邓炳强介绍说 各方舱医院采用小区市管理 将20或30个房间分成一个小区 指定一个人员来负责联络 照顾隔离人士的起居饮食等生活需要 邓炳强表示 希望做到以人为本 包括简化入住程序 并安排一些休闲娱乐 而除了一般的餐饮需求之外 当局还提供清真餐或者素食餐 并为喉咙不适者提供粥 当留置餐食 邓炳强感谢超过20间酒店 愿意转座隔离设施 他强调将一个普通的酒店 改造成为一个合规格的隔离设施 最重要的是要将清洁区和污染区分开 他指香港特区政府 未来会因应情况用好这些隔离酒店 安排接受闭环管理的人员 例如安老院设工作人员 本地以及内地远港医护人员入住 邓炳强感谢中央在目前这么困难的时候 从各方面对香港大力支持 令香港市民感受到血浓于水的感情 但他提到仍有少部分人 不仅做出一些影响特区政府抗疫工作的行为 并试图抹黑国家对香港的支持 针对这些违法行为 特区政府一定会修正 如果证据足够 就会采取执法行动 凤凰卫视 金小飞香港报道 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当务之急 就是要推高整者疫苗接种率 负责疫苗接种计划的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全 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就表示 疫苗外展队已经失到全港安老及残疾院舍 为核资格的人士接种疫苗完成了阶段性任务 而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 将会继续的为院舍院友来完成第二针疫苗接种 以达到尽快完成所有院舍都在疫苗全付概率 位于香港九龙军真寺19号开放一天 作为复辟态疫苗的接种场所 为了方便有宗教信仰的女性信徒可以接种疫苗 其中一个路口只限定女性路内 同时更安排女医生女护士专为女性信徒接种 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全前往视察 强调要提升少数族裔接种疫苗的比例 我们在我们的疫苗接种的网站 除了中文英文以外 也有九种不同的语言 也是方便他们去了解 第二就是透过我们地区的 他们的努力也把相关的继续 用一些的方便的途径 让这些朋友能知道 当局在听取地方的建议之下 安排医护外展队前进清真寺 为少数族裔接种疫苗 另外对于港府定下的3月18号 要为全香港大约1100间 安老和残疾院舍院友接种至少一剂的新冠疫苗 聂德全表示已经达成既定目标 我们在这个安老院还有这个残疾人的院舍 香港一共是1100家 我们定了这个目标在这个昨天 就是所有这些院舍都要外展接种队 去接种疫苗 这个阶段的目标我们已经达成了 往后呢我们就是要在未来的四个星期 未来的一个月 我们会安排我们的医护人员 再到这些的院舍 未来一个月里面 每一家最少去两次 就是为这个老人家 残疾人打第二针 聂德全提到 目前大约有四成的运友受到了感染 等到他们康复过后 会加快疫苗接种步伐 未来还会持续推进 所有的运友完成第二剂 第三剂的疫苗接种 直至完成所有的院舍 都有疫苗全覆盖 聂德全表示 目前当务之旗 是要有效提升 针对长者和幼童的疫苗接概率 最好能够接近八到九成 形成香港社会的保护屏障 控制住疫情 让香港市民可以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放位是记者林秀琴 在香港的报道 如何最大化利用好内地资源 涉及抗疫的成效 香港立法会议员洪文提出 结合抗疫需求与未来科创发展 实质性推动核桃地区发展 而相关的建议最近已经提交给 行政长官和纪委局长 核桃区的发展已经讨论了几十年 一直未能真正的启动 如果这一次能够借助疫情的契机 打破思维上的惯例和原有的禁忌呢 在这里各地方设立抗疫特区 特事特办 推断核桃区在制度上实现突破 在使用上抗疫特区可以用于香港急需 内地援助的一些功能 除了正在建设的应急医院 还可以在特区内建设 为轻症治疗和隔离所需的设施 及为院设长者而设的检疫 隔离 占脱或者是护理的中心 我觉得甚至核酸检测实验室等等设施 都可以放在这个特区当中 因为这些正是香港目前的短板 极其缺乏人手和管理人员 而内地的经验和资源 能产生有效的补充作用 在制度上我建议在特区内 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措施 也就是说内地远港的医护人员 照顾员以及其他工作人员 可以每日从内地出入该区域 只需做简单的登记 无需持来港的签证或者是工作签证 远港人员他每晚可以在区内居住 也可以回深圳居住 解决他们在港难以找到适合的 居住空间的这个难题 如您所说在核酸建立抗疫特区 那就是特区中的特区了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抗疫 希望特区政府用足用好资源 那这个资源除了人力物力 这些具体可见的资源之外 是不是也应该理解为 用足用好制度资源 比如您提到的这个核套发展 让它成为一种不同制度之间 融合发展 放大优势的一种尝试 在核套设立这么一个抗疫特区 我觉得有几大优势 第一就是内地的物资可以点到点的运达 加快建设的速度 另外呢 区内全面实施紧急法 可以让香港更便捷 更全面的利用内地的抗疫经验 以及各种资源吧 第三就是如果当我们把各种特殊的措施 局限在核套这一特定的地域范围 其实可以避免两地制度 在更大地域范围里的碰撞 可以减少社会的争议 另外核套是隶属香港境内的 不存在把病人运到内地去医治的 这么一个问题 核酸检测实验室安置在这个地方呢 也不会产生把港人的数据 运到内地去的这种误解 凤凰卫视蒋晓峰香港报道 下一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欢迎回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 发言人施易表示 美国约翰逊后驱逐舰 是今后过航台湾海峡 并且公开炒作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 对美舰过航行动是全程跟肩警戒 发言人指出 美方此类挑衅行径 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是十分危险的 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19号 在安徽屯西则是同 在米亚外长卡库博举行会谈 王毅表示 中战关系在双方努力之下 已经成为了中非友好的标杆 也是难难合作的典范 中方愿加强双方战略沟通 增进两国政治互信 扩大深化各领域 务实合作 王毅表示 卡库博士疫情发生以来 第一位访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外长 这充分体现了两国之间的传统友好 也表明了各自对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 王毅说 去年以来中战双边贸易逆势增长 重点项目持续投入运营 中方将继续为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 根据赞方需要持续提供新冠疫苗 并加强医疗 卫生 民生等合作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 中战关系在我们双方的美国之下 已经成为中非友好的标杆 也是难难合作的典范 我们赞赏国家发展联合党执政永来 也继续地奉行对华友好的政策 特别是深化我们的互利合作 卡库伯在会谈中表示 中国一直在为非洲大陆发展做出贡献 他并感谢中方支持赞比亚抗议 愿深化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 双方还就乌克兰问题交换了看法 王毅阐述了中方的原则立场 卡库伯赞同应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冲突 认为中国发挥了积极劝和促谈作用 长期以来未实现和平发挥了引领作用 就期待中国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建 安徽屯西报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19号在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时不果待抓时抓戏防控各项工作 快速有效控制疫情 扩散蔓延石头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19号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孙春兰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进一步动员起来 党政同责 齐抓共管 从严从实开展防控工作 坚决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底线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 孙春兰还指出 当前疫情防控面临复杂性 艰巨性 反复性的严峻形势 要以口岸地区防控为重点加强外防输入 疫情严重地区要提及管控 尽锐出战 解决检测能力不够 隔离房间不足等独点问题 推动感染者应收尽收 密接人员应格尽格 彻底阻断疫情社区传播 要加强疫情监测预警 科学组织核酸和抗原检测 扩大监测范围和评测 优化检测 诊断 审核和信息报告流程 杜绝感染者数据积压迟报等情况发生 要统筹区域核酸检测力量的调配使用 被足隔离点并建立储备清单和梯次启用机制 做好方舱医院建设的方案和准备工作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要严格落实验码 测温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等常态化防控措施 加强学校等重点场所防控工作 继续有序推进老年人疫苗加强免疫接种 助劳群防群控防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内地本土疫情还处于再发展阶段 本月头18天累计感染超过了29000例 波及28个省份 其中吉林省累计报告就超过1万例 有专家表示吉林这一波疫情到4月中旬 会步入相对平稳的阶段 截至19号 吉林省本轮疫情 本土感染者已经超过1万例 全省现有风控区2400多个 管控区580多个 吉林市和长春市感染者数量 占全省98%以上 长春19号开展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除了到核酸采样点检测外 也采取发放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的方式 方便市民居家自测 长春市九台区紧急建成两个方舱医院 并已投入使用 共有3000多个床位 近1800余名医护人员 深入九台区支援抗疫一线工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黎表示 吉林这波疫情到4月中旬 会步入相对平稳阶段 但不是绝对清零 基本上这波疫情能控制住 本轮疫情 上海市已累计排查到 在户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人员7万多人 除以报告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外 目前已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上海市已做好医疗资源储备 以及针对性预案 调集全市的救治力量 增配医疗设备提升收治能力 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了新冠病毒肺炎的第九版诊疗方案 写入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奈马特维片 利托纳维片 特异性抗新冠病毒药物 17号晚 首批2.12万盒进口药物 从上海顺利入关 专家指出 两种抗病毒药物将有效降低患者 由轻症转重症的几率 在发病5天以内应用 住院率和病死率明显减少 封王卫视综合报道 深圳在18号 新增77例新冠感染病例 三轮全民核酸筛查接近完成 绝大部分新增病例 是在封控管控区 以及集中隔离点等筛查中所发现 但社会面还是有零星散发病例 政府表示 在本地抗疫同时 全力支援香港 深圳市3月19日 记者会上通报 三轮全民核酸筛查中 3月15至18日 社会面初筛 阳性病例数分别为 6 5 11和4例 总体处于低位 我们将公布 全市分控区 管控区 防范区 三区地图 严格实行 分区分级 精准管控 动态调整 外防输入 五大全层防控措施 坚决守住 不出现疫情 规模性反弹的底线 黄强已表示 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 保障民生 而与此同时 还会继续全力支持 香港抗击疫情 一个月来 我是累计组织运输 工党活猪 五万余头 蔬菜六万余中 水果一万余中 全力保障 香港民生物资 供应高效顺畅 更好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 凤凰卫视 罗宇明 吴之城 深圳报道 下一节回来 还有更多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9号抵达印度新德里 与总理莫迪会面 商讨包括乌克兰局势 进一步加强安全和经济合作 等多项议题 岸田文雄飞抵新德里 由印度官员迎接 现场有欢迎仪式 他其后是乘坐专车 来到了海德拉巴公 而莫迪则是在场迎接 岸田文雄在出发之前 曾经表示 俄乌战事仍在进行当中 他希望向印度方面 强调国际社会团结一致的重要 日本和印度 连同美国及澳大利亚 是四边安全对话的参与方 目前只有印度 未有谴责俄方对乌克兰的行动 岸田希望在此行 能够促进莫迪 与日美欧等统一步调 此外 据报岸田也将公布 向印度投资5万亿日元 也就是大约420亿美元的 五年投资计划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8号晚 则是在柏林访问期间 会晤了德国总理舒尔茨 会后则是发表共同声明 一方面呼吁 俄罗斯总统普京立即停战 与此同时 也主要是针对于欧盟国家 普遍正在经历的能源危机问题 寻求统一立场和解决方案 桑切斯在柏林 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会晤 双方一致同意 需要尽快实现 欧洲的能源供应多样化 一方面需要有效 紧急地控制能源价格上涨 以及这一挑战带来的后果 同时还需要尽快摆脱 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舒尔茨表示 下周的欧洲理事会上 将讨论如何使欧盟 更具主权性和弹性 通过与美国和北约协调的合作 强化欧盟防务战略指南 并隔空喊化普京 立刻停战撤军 舒尔茨还表示 德国愿意在欧盟2030年 减排55%的目标框架内 共同寻找能源危机的解决方案 三切四此行的主要 目标是为不断恶化的能源危机 继续寻求欧盟成员国间的 统一立场和解决方案 并寄希望于在下周的欧洲理事会 27国首脑峰会上 能够批准西班牙政府 主张将电力价格和天然气价格 剥离的提议 修改欧盟电力市场定价准则 西班牙继继继继继续 凤凰卫视陈莹 马德里报道 网页消息继续来看香港电台网站报道 根据英国独立报的报道指出 恢复旅行伊朗核协议的谈判 可能在48小时内达成共识 恢复协议将未结束 对伊朗的制裁铺路 使得西方国家可以增加进口伊朗石油 减少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而在维也纳谈判中 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协调员的 爱尔兰外长科文尼就形容 距离签署协议越来越接近 伊朗星期一开始会有 持续近两个星期的法定假期 因此政治领袖很可能 希望在48小时内解决问题 他说伊朗原由在市场上 扮演着重要角色 解决制裁解除制裁 并且重返市场 减轻西方能源价格上 涨的压力方面 会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前景 20号就是伊朗人迎接 传统新年的大年夜 此时政治维也纳和谈判的 最后关键时刻 记者就发现 伊朗民众的新年愿望当中 用的最多的字眼 就是希望疫情结束 经济好转 世界和平 新年前夕 伊朗人都会全家出动 直百年货 巴扎里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迎接新年来临的菲鲁斯大叔 在集市上跳舞 更增添了欢乐的节日气氛 今年疫情有很大的改善 民众脸上也有了更多的笑容 大家的心愿之一就是 疫情早点结束 在欢迎新年的同时 伊朗的生活也在承受着物价 非常压力 今年餐桌上的开心果 水果和新花 价格都比去年同期 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因此不少人希望 新的一年能够摆脱制裁 经济改善 今晚才会发现 我从中间的一年 愿意识到自己的 一年 从中间的一年 我从中间的一年 不离开心 现在我从中间的一年 从中间的一年 我从中间的一年 从中间的一年 一年 自然而言 没有人渴望世界出现和平与安宁 不再有战争 新的一年就有新的希望 中学生希望心想事成 青年人希望成家立业 中年人希望家庭和睦 孩子健康 女士们更希望自己青春永驻 貌美如花 伊朗新年持续13天 伊朗人通常都会乘机 写家带口出进旅游 由于今年疫情减缓 政府已经不再对国内出行 设置任何限制 因此今年新年各大旅游团爆满 连机票都上涨了至少三成 甚至车票也一票难求 今年的弄录节比往年都要热闹 一方面由疫情的减缓 另一方面伊核协议有望达成 制裁将会取消 所以很多人都盼望着 新年会有一个好年头 富豪卫视 李约正常穆森 德海蓝报道 美联储最鹰派的两名成员 18号则表示 美联储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 来对抗通胀 其中一人就说 如果不是俄乌战争 他会支持在本周采取更大举措 另一位则表示 地缘政治风险不应该阻碍 加息的步伐 美联储理事沃勒 18号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围绕俄乌战争的经济风险 导致他在本周的一席会议上 投票支持加息25个基点 而不是他一直主张的 加息0.5个百分点 沃勒表示 数据要求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 但地缘政治事件 要求美联储要谨慎行事 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他将支持美联储持续加息 每次加息0.5个百分点 以加快收紧货币政策 更快地抵消通胀 沃勒表示 他更愿意看到年底时 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高于2%至2.25%水平 认为这对美国经济来说 是中性的 圣路易斯联储银行行长布拉德 本周支持加息0.5个百分点 他18号表示 官员们今年应该将利率 提高到3%以上 以赶上通胀上升的步伐 在周三美联储宣布加息后 联邦利率目标区间 为0.25%到0.5% 布拉德表示 他不仅赞成本周加息 0.5个百分点 而且在美联储 今年剩余的6次会议中 有5次会议 都需要加息半个百分点 布拉德指出 事实证明 美国经济非常有弹性 可以抵御疫情 和地缘政治风险 布拉德表示 由于关键通胀指标 高于6% 是美联储2%目标的三倍 因此美联储 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以审慎地管理 美国宏观经济形势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感谢大臣凤凰早班车 我是丽雅倩 我们再会 utive公 Ade banks 凰卫视频 卫орон 能表示 责任 颜巾 以俎 联储 母带 询 eder 冷 隆